夜幕初上,小鹿两旁亮起了各式招牌 结束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们 两三相约,喝酒,放松,吹牛,闲车 当然,这里不包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珊珊客长 人生来到第四十个年头 按说什么都不缺了 可珊珊的心里却总是空落落的 电车一如既往的拥挤 珊珊没找到座位,疲惫地靠着车窗,险些跌倒 珊珊迷迷糊糊中开眼 偶然瞥见车站对面的舞蹈教室 一位相貌清晰的女人站在窗边 冷冷地寂寞地凝望远方 珊珊盯着看,突然不困了 回家的路上,珊珊胡思乱想了很多 简直像个中学生般好奇 到家了,一切胡思乱想被关在门外 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赶电车 珊珊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爸爸 到公司,努力做个好员工 妻子昌子有时候觉得心里挺内疚的 如果她晚上晚点回来就好了 在外头喝酒享受一下 毕竟工作确实很辛苦 珊珊去年买了房子 一栋带花园的一户建 但因为位置偏远,所以贷款压力不算太大 昌子体贴丈夫时隔13年重新开始找工作 毕竟女儿大了,自己有了一些空余时间 实际上,对珊珊来说,工作的辛苦不是累,而是常常空虚的走神 要说每天唯一的认真时刻,就只有路过那间舞蹈教室的几十秒 就这么过了一周,珊珊竟莫名其妙地对舞蹈有了兴趣 珊珊买了一些舞蹈杂志,每天晚上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来 直到某天,在某种不可言说的冲动驱使下 珊珊中途下车,来到了舞蹈教室的楼下 珊珊徘徊思索,终于还是回到了车站 去呢,还是不去呢 珊珊很复杂,脑子乱,心里痒,耳朵窝响 珊珊深呼一口气,终于来到舞蹈教室的门口 正不知怎么办呢,一个中年女人冲上来 结结实实将珊珊撞了进去 你好,有什么事吗?年轻女人问 珊珊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那个我进来参观一下 年轻女人介绍了好几种课,价格不菲 珊珊嘟嘟囔囔的,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旁边一个中年老师看到,告诉珊珊 报团体课吧,价格便宜,适合初学者 就这么着,珊珊在某种不可言说的冲动驱使下 报名了舞蹈课 同时,还花了大价钱买了舞鞋 舞蹈教室的一切对珊珊来说都无比兴起 当然,最让她期待的还是那个年轻舞蹈老师 遗憾的是,教团体课的老师是田村 一个总是微笑,很亲切的老师 第一节课开篇,田村抱歉地说 希望没有令你们失望哦 赛人都白手,像吉利撇清什么似的 端重态度,开始学习 也不知怎么的,珊珊亦有能力强得很 跳舞就是不灵 双腿像借来的,不对,像租来的 第一节课结束 一个叫疯子的学生告诉珊珊 奔着吴老师来的对吧 那个要上个别课才行 算了,反正你们很快就走了 疯子的这个说法是没人承认的 但一静的斋童说 他是被老婆强迫来的 胖胖的田中说 他有糖尿病,医生让他来的 珊珊说 为了,为了锻炼身体 管他呢,为什么来不重要 快乐最重要 每周三是珊珊的快乐日 像全家的会员日一样 买东西送积分 对珊珊来说 学跳舞送美人 不对,送看美人的机会 自从报名的舞蹈课 珊珊的精神头前所未有的好 毕竟每周都有周三 如昌子期待的那样 珊珊回家的越来越晚 越来越晚 尤其是周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回家的越来越晚呢 珊珊开始胡思乱想 女人小千说 以前回来的早你说早 现在回来的晚你说晚 你到底要他怎么样呢 不知不觉 舞蹈课上了一个月了 某个周三 教室来了个奇怪的人 他跳舞的风格 怎么说呢 非常难以形容 但看着带劲 像一口吃了一管芥末 大家看呆了 又好笑又好玩 眼睛像被拴住了一样 突然 这个奇怪男人撞上疯子 两人开始对骂 骂着骂着开始打了起来 珊珊这才看清 这不是公司的青木吗 莫名其妙的一撞 青木暴露了身份不说 舞伴也走了 说起来 青木跳了五年了 一直不敢说 怕别人觉得自己是变态 青木在公司没什么地位 总是被嘲笑 只有跳舞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是世界舞王 青木请求珊珊保密 作为交换 他邀请珊珊去一个 满是女舞伴的舞会 珊珊推托一番 去了 青木果然没骗人 只是耸略了广场两个字 即便是广场舞会 珊珊也打出 自己基本舞步都没学好 不敢乱猜 一个大胆的中年女人主动邀请 珊珊推托一番 答应了 没到一分钟 女人的脸就拉了下来 三宫半夜在书房扭腰 衬衫上的奇怪香水味 昌子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里头可能有事 昌子左思右想 最终找到一家侦探社 和珊珊一样 徘徊徘徊又徘徊 进也不是 不进也不是 这种情况 侦探社社长见得太多了 50万 绝对给你找到重据 离婚的时候很有用 昌子盲解释 不会的 只是 只是感觉有点怪 社长白手说 这样 先来三天体验 没事最好 有事再说 两年前 吴曾经参加世界最顶级的 国标舞大赛 英国黑池 因为一个失误 导致提前退赛 吴认为都是 吴办的错 要另找吴办重新参赛 可是 父亲岸川无论如何都不准 只许自己在岸川学校教学 什么时候想明白 什么时候再说 吴想不明白 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为什么不能另找吴办 妇女二人的谈话 已沉默结束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当晚田村老师请假 吴替代田村教团体班的课 三个人乐得有 合不拢嘴 巧的是 侦探社的社员正好碰上 来了就是一顿咔嚓咔嚓 中年男人突然爱上跳舞 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社长一路跟着 果然不出所料 别人都走了 珊珊竟独自折返回去 珊珊嘴笨心灵 小心翼翼躲在楼下 便知发的找借口请吴吃饭 吴拒绝了 很冷的那种 零了 吴告诉珊珊 学习就是学习 我讨厌借口来学习 对我有非分之想的人 社长躲在一旁 看完直播 当时就叹了一口气 按照社长对男人的了解 珊珊一定不会再去上课了 常子问 为什么 社长意味深长地说 男人的第六感 的确 那晚之后 珊珊确实犹豫了 但是 如果真的不去 不就正好被舞说中了吗 珊珊做到课长 可不仅仅靠运气 被舞的话说中以后 珊珊真重开始学习舞蹈 不掺杂杂念的那种 从前 珊珊一直觉得 疯子应该是个富婆 没想到 是个朴实的劳动人 跳舞就是跳舞 带着弦念可不行 珊珊明白了这个道理后 见天的进步 在舞蹈教师跳 在电车上跳 甚至 独自一人到电车站练习 看不懂 看不懂 社长几十年的侦探经验 全部失效 来到舞蹈教师一段时间了 珊珊只是学习 看着很古板 青木要请珊珊去舞厅玩 跳舞嘛 就是为了快乐 青木的舞是最快乐的 也或者说 全场最癫狂的 让珊珊没想到的是 田村老师也在 平时没课的时候 她在舞厅做兼职 听说青木要参加 一位舞蹈大赛 田村老师觉得有些可惜 青木和疯子搭配最好 但青木只要年轻舞伴 找了散散了找 总说着 青木的舞伴就被没收男人拉走 和青木不同 珊珊只想练好舞步 什么舞伴不重要 能进步最重要 这样跳着跳着 又撞见熟人 大家没来得及开口寒暄的 疯子抬手一直说 看那是谁 传言是真的 舞到处找舞伴 这回找到了传奇舞蹈家木本 遗憾的是 两人理念不合 木本觉得 跳舞就是跳舞本身 黑池有黑池的跳法 舞厅有舞厅的跳法 舞则不然 对他来说 跳舞就是黑池 其他都不算 太阳下山的时候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青木古如田村老师说的那样 又散了 或者说 又被散了 疯子迫切了想参加比赛 奈何连个舞伴都找不到 就谈不上散不散的问题了 疯子找田中练了练 想看看是不是合适 田中越跳又起劲 哈哈哈哈的浑身臭汗 还嘚瑟 疯子不知道哪里来的邪火 什么难听说什么 说得田中泪如雨下 被初恋甩的时候 对方也是这么骂田中的 我果然是不行啊 我果然是讨人厌啊 田中一边哭一边说 田村老师走出来告诉田中 不 不是这样的 疯子意识到自己嘴碎了 忙给田中道歉 谁知道 刚说完就倒地不起 原来 疯子为了能参加比赛 同时打三份工 硬是给累得晕倒了 至于为什么这么爱跳舞 疯子的女人说 妈妈和爸爸就是在舞会上认识的 跳舞 是她回到了那个美好的年代 聊着聊着 小姑娘突然转头说 你是珊珊先生吧 你很像我去世的父亲 疯子对舞蹈的热忱 感动了田村老师 田村觉得 珊珊和疯子搭配的话 效果应该不会差 珊珊推托一番 答应了 而此时 吴老师也少见地露出微笑 两人第一次做搭档 别扭得很 不管是华尔兹还是轮巴 快步舞还是拉丁 珊珊想跟地线杆子 硬的很 疯子又好气又好笑 这家伙 又不是领导视察 这么古板干什么 自从和舞伴散伙 秦木就消失了 整个人腿得很 当听说 珊珊和疯子准备搭档比赛 秦木坐不住了 秦木的拉丁跳得极好 如果和疯子搭配的话 没等秦木开口 疯子嘲讽地说 你这家伙 想利用我来复仇对吧 秦木并不否认 那两个人太欺负人了 有了秦木的加入 搭档的胜率 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可是 秦木这条拉丁 其他的仍然需要珊珊 田村老师 拜托舞帮忙 好好给珊珊调理调理 舞少见地认真 一板一眼 丝毫不麻糊 不要害怕 不要害羞 贴近我 再贴近 再贴近 珊珊心里咚咚地跳 不知不觉 身上热了起来 眼看条里有了成果 舞马上要珊珊和疯子搭配 奇怪的是 离开舞 珊珊马上凉了下来 田村老师抽准机会问 舞老师 可否为了比赛教他们呢 舞笑了 从那晚开始 珊珊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竟找回当年高考时的情绪 珊珊在任何地方练习 尽一切可能练习 无论上班还是下班 无论晴天还是雨天 全身心投入 不知不觉 以过去两个月 珊珊的技术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而此时 舞老师也重新找回了跳舞的快乐 黑池 英国海边的小镇 舞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五岁 五岁的舞来到市中心的舞厅 有模有样地模仿他们跳舞 舞印象最深的是一对青年舞者 他们的舞步像魔法一样勤快 但是最后却和别人相撞 男人后来被送去医院 舞的父母很震撼 他们说 小伙子是为了保护舞伴 第一次认识黑池 跳舞就成了舞的全部 听了舞的故事 珊珊也说了自己的来由 人到中年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但心情渐如温水 心里经常感到空虚 当从电车窗户看到舞的身影后 心里就不言而喻起了波澜 不过 自从那次戳心的对话后 一切就变得不同了 珊珊当然犹豫过 当然迟疑过 只是 如果自己真的不来了 不就正好被说中了吗 珊珊偏要来 偏要学 谁知道 就这么学着学着 竟然真的爱上了跳舞 已经是深夜了 昌子还在等 最关键的是 昌子知道自己在啥等 来到重视比赛这一天 疯子拿出了压箱底的燕尾服 那是他前夫的姨服 田中也参加了比赛 舞伴是摘同的侄女 当然 齋童也参加了 舞伴是妻子 珊珊来到现场就不说话 紧张极了 生怕自己做错影响舞伴 第一场轮巴 疯子搭档青木 信心满满 姿势刚摆好 捣乱了就来了 前舞伴不仅不避讳 还张扬的恨 更可气的是 这俩人全程干扰 将青木的节奏弄乱 跳得非常别扭 第一场结束 青木恨得咬牙切齿 干脆中掉假发 做一头呲牙咧嘴的野兽 前舞伴也不示弱 时时嘲讽 处处针对 持相可谓难看 半场结束 评委宣布入围名单 幸运的是 青木和田中全部入围 更幸运的是 前舞伴落选了 那个倒霉蛋 只收获一个响亮的巴掌 接下来的华尔兹和快步 轮到珊珊出场 珊珊紧张得直咽吐沫 田村老师鼓励说 按照音乐来就行 别紧张 享受这个过程 珊珊摒弃弃宁神 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 殊不知 长子和小千来到了现场 音乐响起 珊珊每一步都在节奏上 该急的时候急 该缓的时候缓 不小心碰到别人的时候 牵合处理 现场融洽又美好 或许是太沉静的气氛中 珊珊完全没听到 小千的声音 最后一场快步舞 珊珊发挥稳定 不仅是稳定 甚至是优秀 突然 在一处缓和音乐片段中 小千响亮的喊道 爸爸加油 珊珊转头的一瞬间 撞上旁人不说 共是踩掉了疯子的裙子 现场气氛尴尬到极点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除了珊珊 那一刻 珊珊距离观众心那样的远 可是 她清楚地看到了 昌子眼里的泪光 昌子并不责怪珊珊什么 她只是孤单 有一种被遗弃了的感觉 珊珊低着头半天不说话 好大一阵 珊珊告诉昌子 我不跳舞了 那个世界不属于我 就这样 珊珊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按时上班 按时下班 如果说还和跳舞有一毛钱关系的话 那就是 在同事们嘲笑青木的时候 说一句公道话 珊珊不再愿意去跳舞的原因有很多 归根结底是自责 对昌子的自责 对风子的自责 对大家期待的自责 还有 对自己 吴老师要去英国了 送别会在周五举行 临别之际 吴有很多谢谢要对珊珊说 其一 谢谢珊珊的努力 也谢谢珊珊在比赛场上保护风子 其二 谢谢珊珊和风子做自己的学生 吴之前说过自己和黑池的故事 但是那只是一半 另外一半是 两年前 武和搭档钢田参加黑池比赛 吴为这天期待已久 那是他的梦想 在观众的掌声中 武和搭档进入了准决赛 观众的喝彩令无感动 沉浸其中 享受偏偏起无的自己 但在最后跳快步舞时发生了意外 我的梦想碎了 剩下的只有责怪 令无意想不到的是 钢田不仅不解释 甚至说要分开 无论比赛结果怎么样 比赛后就结束舞伴关系 武感到莫名其妙 俩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 为何非突然背叛自己 回国后 武想另找舞伴 为了想钢田报复 可是父亲不准 只许武在教室教学 武憋了一肚子气 每天糊弄了事 直到 直到珊珊来到 直到带领珊珊和风子进入决赛 武这时才明白过来 黑池的食物不是钢田的错 是自己的错 是只顾自己的结果 跳舞是愉悦的 而这份愉悦 来自互相之间的信任 读完吴老师的信 珊珊心里宽慰了些 你要不要去送别会呢 珊珊这样想着 而此时 尝子已经知道了 吴老师要走的消息 珊珊立马拢下脸来 又听了尝子说什么侦探的事 心里更加恼火 还跳舞 不跳了 再也不跳了 小倩拉着爸妈的手放在一起 硬是拉到院子里 月光明朗 晚风拂面 珊珊抱着尝子 眼眶突然一股温热 对不起 让你寂寞了 珊珊说 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 尝子和小倩就出了门 桌子上的便条说 我们购物去了 舞会后再见吧 珊珊以一种 莫名其妙的心情走出家门 又以一种 莫名其妙的心情离开公司 但是珊珊并没有去舞会 七点半 舞会进展的重热闹 而此时的珊珊 在薄青哥里 若无其事地打弹珠 八点一刻 舞会进行到一半 仍然不见珊珊 晚上九点钟 舞会临近为生 珊珊仍旧没来 电车开到舞蹈教室的时候 珊珊下意识弹出头 只见窗户上写着 珊珊先生 请你共舞 晚上九点半 全场最后一支舞 有吴老师亲自挑选舞伴 聚光东环绕一周 又环绕一周 突然间 没错 那个人来了 舞缓缓走向珊珊 shall we dance 雪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